大家好,我是北京北京记忆 今天的无聊照说 又给您见面了 因为咱们的观众 都是非常喜欢叫北京文化的 为什么呀 喜欢北京文化 你就得必须要 这个要看这三本书 要读这三本书 但是今天拿来的第一本书就是 林克卢先生著的 江湖从南 就这本书 为什么呀,我就说搞民俗的人 这本书要读,为什么 林克卢先生 他把江湖的 叫什么呀,八大行 给总结了一下 八大行 他那个简称一个字一个字 他叫什么呀 金皮彩挂 金皮彩挂 平 团 那个团 这个待会给你讲 平团 调柳 也叫调柳 他们一个字一个字 就是我把这个这本书 浓缩这个八个字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金是什么 他说就江湖当中的 金算命 这行 这行一定叫金吗 金行 金行 就给人算命 在江湖当中 叫金 叫金 这行里边 哪有啊 口能硕金 这地人口高 那肯定 算命的人 是指引 想来的人 肯定是 你看我今后是发财啊 还是今后发展 怎么走啊 那肯定 我给你指路的 给你指路的 所以夏儿 有时候 你看我这个钱包丢了 你上哪找啊 你上西北 假之说 他有这种 所以说呢 这个 把他 金行的这个算命的 也称为先生 也称为先生 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 就是生活当中啊 有三个行业 是称先生的 教书是先生 算命是先生 还有一会儿 咱们说的 有包括这个 还有一个 我们先买一关子 先买一关子 第三个先 乱乱说 是金 算命 简单人说啊 咱们就不追溯 更多的东西了 皮是什么样 卖高 果皮高药 哦 也有人说呢 第二个是平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就是皮 就是高药 江湖当中啊 这个 这个 拿个晃的 左手呢 拿了一个串铃 嗯 这是行医的江湖医生 串铃是什么 标配 标配 串铃是什么呢 呃 串铃是一个金属的啊 有大有小 有小的特别小 嗯 就是一个手指 晃 它像一个面包圈 嗯 是空的 里边有一个铁珠 金属的珠子 转指来以后呢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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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哗响 哦 这个叫串铃 还有一个名字叫虎撑 这是跟那个孙孙苗过去 旧老虎有一定官 有个故事 嗯 这是 皮 嗯 踩 踩 踩 编细法的 江湖当中 编细法 比如什么三仙龟洞 啊哈 啊 三仙龟洞啊等等 哎 编细法的 哎 哎呦 踩 挂 摔跤哈 挂 挂 就挂 就摔跤手 不是算挂 挂 一个提土 一个提手 一个两个土 两个土 就是摔跤过去的 他们的跤行 嗯 北京话叫廖跤 廖跤啊 廖跤过去在清朝的时候 这叫扇破营 嗯 扇破营 嗯 对对对 就是这一行 就是 金皮彩卦 金皮彩卦 评 诶 诶 诶 评就是评书 评书 说的叫评书仙人 哦 呃 刚才说的 这是第三个仙人 为什么呀 嗯 过去很多的人哈 就是读书的人不多 嗯 很多人就是听评书 嗯 从评书当中呢 了解历史 嗯 了解一些知识 就等于说 跟评书的艺人 可以学东西 所以说过去 就把算命的 成为先生 嗯 老师嘛 私塾 那个教书的 成为先生 嗯 还有第三个 就是说评书的 先说 能给他的 很高啊 很高 第二等很高 所以说 就是说 呃 连先生 连续 得成为先生 过去 就是很惯例 就是大家都觉得 是从听评书的时候 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嗯 嗯 金 皮 采 挂 平 团 嘿 这个团字就有意思了 团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团结的团 哦 在这儿呢 为什么要读团 嗯 团是什么呀 相声 说相声 说 这就是联系到了 这本书里边 所讲到的春典 嗯 上一期 我觉得聊过 说春典 对 有听话当中 对 春典 有春典 团就是说的意思 对 团就是说相声 嗯 把相声 这个江湖当中 这一门 这一门 这个民间艺术 称为团 团啊 还有一个呢 这是等于说 第七个 就是调 也可以说是 呃 就是言字边 就是调度的那个调嘛 就调 是干什么的呢 咱们后来五六十年代 叫佛爷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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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东西包 调过来 调过去 叫调包 调包 哎呀 这 他是调包 他调到自己兜里了 这是过去的江湖 就这一段 这本书里边 也讲了很多 关于小偷的 呃 很多的就是 骗人的绝招 嗯 就是 其实也可以说出来 这个故事以后呢 嗯 作为现在人们 一种的叫警示 就是你知道他要骗人 啊 这个招 过去这个里边所讲的啊 这个 就是说两个人打赌 啊 说看着这人穿了一双新鞋 啊 我能把他这鞋偷走 说那怎么可能 哦 穿着新鞋怎么走 你想想这个招啊 这个里边这个调 哦 他能把这个鞋给拿走 呃 这叫防诈骗 和防 没错 丢失的 没错 同时 对 是吧 咱们讲一个小例子 啊 就是在这儿 今天讲一个小例子 这就是防诈骗啊 防那个这个 这里面都是有的 比如说两个人看 看这个人走着走 哎 这个人穿这双新鞋 我能把这鞋拿走 我信吗 啊 那我不信 俩就走 走着走着呢 走着走着呢 那个人哈 前面的人走着 啪一拍肩板 回头一看不认识啊 然后他戴个帽子 就摆这帽子 就扔房上去了 啊 扔房上去了 扔房上去以后 他就走 走完那边说 说你看这人 怎么这么不讲道 这地方 说这怎么办 这么高 你这么着 你这样 我拖着你 大多不合适 我的帽子 您拖着 没事拖着 拖着你 在肩板上 这人一看 穿着鞋呢 你不能踩着肩板 又本来是人家 替你办这个事 是吧 这是一招 又轻招 又绝对不合适 完了以后 踩着肩板 他得脱鞋啊 这鞋就下来了 扔帽子那人 回来以后 他正 起来以后 正够帽子呢 他也看不见 下边那个人 就把鞋拿走了 等他把人 够完帽子一下来 我那鞋呢 呦 真的 你那鞋呢 没了 还不是脱的 是人偷的 就那 两个人 两个人坐 两个人坐 配合 配合 这个里边 就这种的话 让人掌握 掌 就是说怎么样 就是说增长一些 就是防盗啊 这个谨慎小心啊 就是 这些的小故事 特别多 太精彩了 其中有很多人 就把这些故事 拿出来 太精彩了 就作为这个 防盗的这么一种 小故事 讲给人听 这防盗常识 防盗常识 大家可以多看看 防盗常识 过去就这些 就特别特别多 还有一种 是什么呢 比如说剃头呢 就是给人衣服拿走 这怎么拿呀 然后剃头 过去的理发子 在街上 刮头刮脸 都是躺的 然后那人过来以后 冲着这个理发的师傅 你怕以为是朋友吗 他就把那杆上 挂着那衣服 拿走了 就走了 等那个刮脸起完了 我衣服呢 你疼我拿走了 弄得跟真的 跟真的 就这种吧 就特别特别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那调子这些人 智商一定是非常 对 所以说有些的 骗人的东西 自古以来 就有 自古以来 又有 所以说呢 这些故事 现在再讲出来 再出版这个书 其实也让更多的人 是什么呀 防盗 就是要加小心 就是他们的骗数 越来越高 现在有很多 也都是跟过去的 这么着 就是从那书入学的 但是呢 有了认输以后呢 就很多人呢 就是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有小心了 就是哇 我知道这种意思了 你别骗我 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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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普通人是拿他当为 那个这个借鉴和这个常识 对对对 小偷从那学了 本来获得一本手艺 一看好 十八万五一都会了 都会了 就是 给大家提高的警惕 我觉得这个书就特别好 所以说在 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 在世界上 很多有华人的地方 很多人都喜欢买这本书 这叫工具书 就是了解咱们 就是中国的文化 这个江湖啊 都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都在里面 就是袁老先生 袁老先生上 亲笔写的 亲笔写的 对 这个是19 应该是二几年 三十年代的时候 今天就到这里 请关注北京北京记忆 欢迎评论点赞留言